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带水晶手链的呢?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求神拜佛,算命占卜 其实你是可以直接向宇宙提问 宇宙会给你答案,没错了 就是叫天启,你上我的天启班 我会教你怎么做的 今天讲讲四种不适合带水晶手链的人 第一种是什么呢? 追求完美者,里面的矿物、文露、冰裂是要完美的 是不可以有瑕疵的 请你可能要考虑清楚,可能不适合 为什么?水晶经过日月精华这么多年 它里面每一粒的生长都不同的 粒粒都不会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才是天然的东西 第二,期望太高而不去行动的人 譬如我现在请了一条610带着 我又想老板加薪,老板升我职 但问题是你又不去努力,又不去做,又不去行动 我相信不可能会做得到 甚至乎我想找一份新工 但你的CV又不记出去 想着坐在那里便会有新工来请你 这是错误的观念 第三,即时见效 下午买了一条黄水晶 夜晚落合彩开,都不是开它的数字 后日,第二天就说没有效 为什么?都不对 其实大家要知道 水晶的能量是会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令到我们的运程改变 加上你要和它连结 我经常有很多片都说过 你慢慢的能量和它配合 它才会帮到你 第四,是完全感受不到水晶的人 大家一定要记住 水晶一定要和你感受同频共振才可以帮到你 在这里买水晶的人 这么久没有一个是感受不到的 如果你感受不到 你可以过来找Peter Sir 我教你如何感受水晶 正所谓七轮一通 全身就轻松 如果我们身体七个灯都亮了 我们的运气、健康、运程全部都会回来 今年的七轮班又来了 要报名快手啦